哈囉大家好我是蒟若 這次要來跟大家聊聊 偷吃禁果 基督教不敢告訴你的真相 相信大家的身邊 都有一些信基督信到頭殼燒壞的人 認為上帝是全能的 然後動不動就在那邊感謝神啊 感謝上帝的 基督徒常常說我褻賭神 但是我覺得這誤會太大了 因為呢我根本就不信褻 而且呢我也不是賭神 就算你不是基督徒 你也一定聽過亞當和夏娃的故事 聖經裡寫道 上帝有交代 園中所有的果實你們都可以吃 唯獨這棵分別善惡樹的果實 你們不可以吃 不然你們會死掉 然後撒旦化身成蛇來引誘夏娃 夏娃吃了又拿給亞當吃 之後上帝回到伊甸園 發現禁果被吃了之後大發雷霆 這兩個人呢就被上帝趕出伊甸園 因為不順服上帝 所以這兩個人有罪 也造成了後代子孫全部都是有罪的 所以他才派他唯一的兒子耶穌 釘在十字架 犧牲自己來承擔世人犯的罪 你們真的覺得這故事沒有問題嗎 首先我們要先知道一件事情 聖經裡所描述的上帝是 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 無所不在 一個極度完美的神 對就是這麼屌 那不然你拜他幹嘛 那既然上帝不希望他們兩個人去偷吃禁果 為什麼要把禁果放在他們拿得到的地方呢 就好像你跟你三歲兒子說 客廳裡的桌上有一個農藥 但是你不可以喝喔 那你不會放在他拿不到的地方 如果這件事上了新聞 你們會怪那個小孩子手見 還是怪那個爸爸腦殘呢 你們自己想一想 第二點 撒旦變成蛇來引誘夏娃 OK 一個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的上帝 這時候跑去哪裡 在大便是嗎 那由此可見呢 上帝並不知道夏娃會被引誘 也來不及阻止 那如果他早就知道 但是卻不阻止 那就是他故意要讓這兩個人吃了 然後再把罪推給這兩個替死鬼 所以要嘛他就是一個廢物 要嘛他就是一個邪惡的神 第三點 因為這兩個人不服從上帝 所以他們有罪 亞當跟夏娃是誰創造的 上帝對吧 那上帝創造的有瑕疵的人類 卻怪罪於人類 這就好像一個畫家 畫了一幅很難看的畫 卻把所有的罪 全部都推給這幅畫 這像畫嗎 而且上帝不是無所不能的嗎 他不會把這兩個人砍掉重練 重新再做一個不就好了嗎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 一個可以預知未來的神 在他準備創造亞當和夏娃之前 其實他已經要知道 這兩個人不會順從他啦 但他還是堅持 可見這個神的腦袋 確實是有點問題 第四點 上帝派他唯一的獨子耶穌 盯在十字架上 犧牲自己來承擔人類的罪 OK 什麼叫做唯一的獨子 這個人是上帝耶 基本上他想要幾個小孩 應該都不是問題吧 幹嘛用唯一的獨子來博取大家的同情 除非上帝有金蟲不足的問題 所以他就不是無所不能了 那你們還拜他幹嘛 再來要講的是耶穌這個人 一個可以在水面上行走 把五餅二魚分給五千個人吃 可以把水變成酒 可以幫人治百病 還可以起死回生的人 竟然應付不了區區一個十字架 這種行為就叫做求員兼裁判 只是在作秀給大家看 而且這根本不能算是犧牲好嗎 如果你跟我一樣 有把整本聖經給讀完 你就會知道 耶穌在被釘十字架之前 就已經知道自己會在三天後復活 而且離開人間 到天堂快活去 如果我跟你說 我要把你們家的房子給燒光 但是我保證三天後 我會送你一棟全新的別墅 外加百萬裝潢 全新家具 藍寶兼你一台 還有私人管家 再加上一千億現金 你會怎麼說呢 啊燒燒燒 盡量燒燒 要不要幫你買汽油跟打火機呢 這就是教會不敢告訴你的真相 這次的個人就上到這邊了 我是橘柔 謝謝收看 想了解更多沒有用的情報嗎 歡迎各位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喔 橘柔碎碎唸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